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ACEC基督徒看新闻频道 我是文华 今天我继续给大家分享刊登在真实的原始新闻 RealReal News上的文章 题目叫希拉里·克林顿在关塔纳摩被绞死 我们在乔治布什在军事法庭受审那篇文章里 已经介绍过文章和作者的背景 因为还有人对我们分享的文章有疑问 所以我们在分享今天的文章之前再重新介绍一下 RealReal News真实的原始新闻 是由前主流记者、作家和前英语专题培训教师 麦克尔·巴克斯特拥有和经营的 他的网站所有内容都是麦克尔·巴克斯特撰写的 他说他试图揭示经常被其他人忽视的话题 网站的免责声明说 本网站上的信息仅供参考、教育和娱乐用途 本网站包含幽默、模仿和讽刺 我们以根据法律顾问的建议发布此免责声明 以保护我们 下面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关塔纳摩被绞死的全文 墨西哥胡椒炒鸡蛋和草莓奶昔是今晚死刑犯的最后一餐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星期一晚上在关塔纳摩湾被执行绞刑 自从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唐纳德·川普总统的授权下 于3月2日在希拉里·克林顿位于纽约扎不跨的豪宅 逮捕了这位名誉扫地的政治家以来 他的死是这项行动的高潮 在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拘留中心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法庭审判后 一个由三名官员组成的陪审团 裁定希拉里·克林顿犯有谋杀罪 协同谋杀罪 叛国罪 贩卖儿童罪和其他重罪 拒绝律师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言不发 眼睛死死地盯着宣判执行他死刑的约翰·汉宁克中将 绞刑在晚上9点05分西登号之后立即开始 这是全球美国军事基地进入安静的时刻 今晚世人会睡得安稳很多 约翰·汉宁克中将在一个小型联席会议上说 出席会议的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三位负责人 特别的是当天早些时候到达关塔纳摩的唐纳德·川普也赫然在座 他穿着典型的深色西装和深红色领带 身边有迈克尔·蓬佩奥和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尼安尼陪同 这两人在收集希拉里·克林顿的犯罪证据方面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军事看守下带着镣铐的希拉里·克林顿 被从三角洲营地拘留所护送到由钢阁架制成的脚型架上 他脚下有一扇由按钮控制可以自动向下推落的门 这是陆军工程兵团在关塔纳摩南面 迎风角灯塔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树立起来的脚型架 固定在钢梁边缘上的是一个长方形盒子 盒子上有五个圆形的红色按钮 每个按钮前都站着一名身穿制服的士兵 在平台上一名士兵在克林顿的脖子上套上了一个脚锁绳套 汉宁克中将对士兵明确执行细节 当我说准备好时不要提前 你们把左手食指放在按钮前一直悬空待命 直到我说执行 然后你们五个必须同时按下按钮 五个按钮中只有一个会启动开关 你们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按钮 明白了吗 明白 长官 五人异口同声 一名牧师和一名医生爬上通往平台顶部的13级台阶 站在一名士兵旁边 士兵正在检查以确保脚锁牢牢的套在希拉里克林顿的脖子上 在他们下面 汉宁克中将问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说 希拉里克林顿打破沉默 我是希拉里克林顿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他的身影像猙獰的女巫 都结束了 唐纳德·川普对他大声说 准备好 汉宁克中将看着执行的每一个环节点了点头 停顿片刻后 他下达了执行命令 士兵们按下按钮 克林顿脚下的小门向下打开了 他的腿脚悬空 脚踝还被靠着 随后抽搐了一两下 然后停了下来 绳子切断后 希拉里克林顿毫无生气的身体 躺在潮湿的草地上 在场的医生检查了他的生命体征 确定以后宣布他死亡 一位参与川普消灭生成政府任务的机密消息人士表示 现场整体情绪是阴沉而忧郁的 没有庆祝 没有喜庆 只有认定必须做的事情已经完成后的如释重负 希拉里罪行之邪恶 压倒了得胜者想庆祝的念头 但长达40年的恐怖统治已经结束 尽管川普非常讨厌希拉里 但现在这一切纯粹是工作 川普关心在希拉里手上受苦的孩子 甚过关心希拉里对川普的祸害 是的 希拉里的死向生成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 但川普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工作完成之前他不会庆祝 我们的消息人士说 以上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关塔纳摩被绞死的全文 原文链接我们会发布在视频节目的置顶评论里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 谢谢大家 愿上帝祝福收听收看的每一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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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